张自忠在1891年出生于山东林青的一个官宦家庭 20岁在天津政法学堂求学时 就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 23岁气文从武 投笔从荣 26岁加入冯玉祥的帐下 历任营长 团长 旅长 师长 军长 集团军 总司令等时 张自忠身居要职 战功赫赫 然而1940年5月日军发动早一会战 张自忠在阻击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提升时年仅49岁 张自忠不仅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阵盟的最高将领 而且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阵营中牺牲的最高将领 918事变后 日军占领了东三省 并于1932年建立了维满洲国 但是日军并没有满足 1933年 日军再次对外扩张 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因为这个热河日本人就只有128名士兵进入热河 但是没有发一枪一弹就把热河占领了 这是热河的一个主席汤玉林 就是卷着一些财宝 就逃离了热河 而此时的张自忠呢 他的任务就是到这个长城的西风口 因为日军把热河占领之后 他要继续地侵占我们华北地区 就是要侵占这个西风口 西风口它是一个军事要地 应该说在战略上 军事要地对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 西风口位于河北省千溪县北部 燕山山脉的中段 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爱 也是在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衷 1933年3月9日上午 日军先头部队攻占西风口 东北制高点孟子岭 以火力控制了西风口 形势对29军极为火力 所以在这个西风口 两天两夜拿不下之际 而且是损失非常大了 张子忠也是不忍心 看着自己的弟兄去送死 然后就让当地的侨夫 还有猎手就带路 晚上的时候就是分三路 把这个西风口都包围了 在包围西风口的时候呢 这个日军还在睡梦中 因为他们当时 三月份还是非常冷的 他们一般的日军都是脱衣服 然后把衣服盖到身上来睡觉的 但是经过这一仗之后呢 日军大部分西风口的士兵 都被我们中国军队 把脖子给砍掉了 但是日本人呢 他们都是信奉轮回的 非常害怕 29军在西风口一带 不如金汤的防御 使日军志气哪拜 便将主攻方向 转向到了罗文玉方面 而29军乘胜追击 将转移到罗文玉一带的日军 再次击垮 最终日军狼狈撤退 长城抗战中的一次次胜利 激发了全国的抗日热情 1937年7月7日深夜 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了日军 突然一听到 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 要求进入晚平城内搜查 遭到守军拒绝 8日清晨 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晚平城发动攻击 守军奋力抵抗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七七卢沟桥事件 一时间 全国上下同仇敌忾 群情激奋 30年代中期 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 防止蒋介石突然收复东四省 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 日军北撤 国民革命军南撤 所有驻防退出华北 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 华北只留住一支军队 这就是宋哲元中将 驻守京京的第29军 其中 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中少将 那个时候 蒋介石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 忍辱负重 不主动打仗 也不放弃华北 与日军做长期周旋 可问题是 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 比如 冯志安市长 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 一心想把事情给闹到 发泄心中的愚愤 宋哲元 也是这么一个人 看着日本人就别扭 根本就不想跟他们多说话 所以 在全军高级将领中 唯有张子忠 儒雅周降 他沉默寡言 身高1米80 相貌 酷似周恩来忠相 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 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 于是 在华北威王的复杂局面之中 张子忠被先后任命为 查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艰难地维系着苦涩的和平 不能得罪日本人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 这种内心痛苦 可想而知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呢 张子忠的这个部队在天津 37师打响了 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一枪 而张子忠的部队 没有到北平来增援 当时也不是不来增援 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命令 就是蒋介石发了五封几点 就让这个宋哲元 让他撤到保定 而这个宋哲元呢 他当时的时候就是 他是北平的一个大官 他有责任保卫北平的安全 如果他听蒋介石的话 把部队全撤走了 那么这个老百姓 就会被日本人杀掉 那我们这个北平就保不住了 就成为日本的地方了 此时宋哲元同张子忠一样认为 目前日本还不至于 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 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 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于是宋哲元致力于 通过交涉解决事变 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令张子忠留守北平 缓冲中日关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不求战 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 于是留守北平的张子忠 依照宋哲元的判断 力求就地解决事变 然而这种态度却使舆论界 对他的误解近一步加深了 在当时大多数人认为 张子忠无疑是 组合派的代表人物 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 短短20天的时间里 北平的局势陷入了危机之中 1937年7月29日 北平沦入敌手 留守北平的张子忠 也成为众矢之地 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 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对于这一律师 张子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心中有数 他在痛到张子忠将军的文章中 特地说明 在北平苦城之地 有人以为他真要浑水摸鱼 当时我就说 他从小就和我共事 我知道他嫉恶如仇 绝不会投降敌人 张子忠顶着汉奸的骂名 安排好了北平的工作后 冒着生命危险逃亡济南 求助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富曲 此时的张子忠 不仅要面对众人的辱骂 还要怀着忐忑的心情 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 因为他不知道 蒋介石能否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还他清白之身 是否蒋介石也会像民众一样 认为自己是汉奸呢 如果是那样 他不但要背上历史的骂名 还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想到这里 张子忠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1937年 日军控制了华北之后 开始逐渐游北向南 蚕食着我国领土 张子忠顶着骂名 踏上了火车 此时 南京政府已经下达了 处分张子忠等人的命令 1937年10月中旬 张子忠来到南京请罪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张氏抵达之时 简直不敢抬头 在南京 张子忠的老上司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 极力在蒋介石面前疏通 加上宋哲源的报告 及李宗仁的力保 张子忠虽以放弃责任 移师守地为由撤职查办 但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严厉处罚 他就把这个原委写了一封信 给蒋介石 蒋介石其实他不用看这封信 他也明白这些经过 但是呢 就是蒋介石就迫于外方压力 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都认为 他是汉奸张继自中 然后就守着北平的张子忠 把北平亲自让给日本人了 所以说认为他就是守徒有责 给了他一个停止查看的处分 而这个时候呢 张子忠就非常褪匪这段时间 张子忠受到处分后不久 日军就已经侵占了 我国大部分的土地 整个南京国民政府 也迁往了重庆大后方 整个抗日的形势 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 在这种形势下 蒋介石大举抗日旗帜 国民政府中许多反蒋将领 也都纷纷把精力转向了抗日 李宗仁得知张子忠的情况后 深表同情 并多次替张子忠求情 希望他戴罪立功早日投入到 抗日的战场上 冯玉祥也多次写信给蒋介石 替张子忠请乱 可蒋介石却无动于衷 这不仅急坏了张子忠本人 也急坏了他之前手下士兵 他们个个都盼望着 张子忠能够早日回来 带领他们继续抗日 这个时候他的军队29军 在北平打了之后 已经迅速地整编为59军了 这个59军呢 大部分都是张子忠的兵 然后就在地方闹独立 当时在河南 闹独立就是 谁都调不动我们 除了张子忠亲自来调动 要不然 你一死我们就要造反了 这个时候蒋介石是顶不住压力了 然后就把张子忠放回了部队 让他来代理59军的军长 然后就把张子忠不住了